这个地方怎么样 往后走 你吹 把它扭一下 让你放在真正的地方 放紧 先给它做倒数 提起来 往前 大于90度也可以 是不是我需要这里有法量堆积 只希望有妹妹来看我 小红书 好激动啊 今天第一天上班 之前是化新娘装 因为现在写真特别的火 所以来写真店上班了 我发现网杆装画起来真的有点难度 我在这家店练了一个多星期了 今天终于可以画客人了 真的有点紧张 但是这个客人小姐姐非常的漂亮 我感觉我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小姐姐的皮肤特别的好 我画的还是很仔细 粉底的用量够我之前用量三个客人的了 我的培训老师告诉我这样打底不卡粉 无瑕程度可以沿途直出 所以我一点都不心疼我的粉底液 今天一定要给小姐姐整一个无瑕底妆 现在在体谅她的面中区 面部会饱满许多 眼袋是一定要遮的 要轻轻拍 不然会没有效果 弄完就开始定妆 这个定妆粉也要打得特别的厚 这样磁装一整天都没有问题 小姐姐说要一个庆兴元气的一个中容 要有春天的生命感 还好我有提前做功课 什么样的配色才会有春天的感觉 这个颜影颜色我感觉好奇怪呀 不是那种嫩嫩的感觉 我赶紧加了一些料黄色 额看起来也挺奇怪的算了 现化其他的吧 于是我转战到小姐姐高挺的鼻子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修的 就浅浅修一下 眉毛顺便也添了一下色 修容也给安排上了 最终还是要去画眼镜 不得不面对 阴阴阴 睫毛眼线没有什么难度 开始贴双眼皮 小姐姐是个小内双 贴双眼皮也是小时一桩 我就望着周旋上一贴 睁开眼睛好像不够双 于是我又加了一层双眼皮贴 双都够了 睁开眼睛可以看到双眼皮贴 真的好不自然呀 完了 我要翻车了怎么办 我全部把双眼皮撕掉了 然后用了蕾丝美目贴腰等胶水干了才能睁开 所以我现化了美满 小姐姐在玩手机 她可能在想我的眼睛有这么难化吗 还好她没有说什么 胶水终于干了 急死我了 我让小姐姐睁开眼睛还好 没有饭车 是一个大大的双眼皮 但是好像优点开胶了 我有补胶水 感觉这个双眼皮还挺好看的 但是左边眼睛眼尾有点下垂 我还是先画下字和卧成吧 然后就开始贴上下睫毛 贴睫毛我还是比较在行的 非常的顺手 然后画眉毛现在都流行野生眉 所以眉毛都不要整整齐齐的 会故意画一些杂毛 然后又染 眉高染一下 就有那玩意了 我感觉我足不早会自信 这个时候小姐姐突然跟我讲 她感觉鼻子羞的有点歪 其实我没有看出来 所以我不断的孕染 然后站到后面仔细的看一下 站到后面看了会比较清楚 然后就开始腮红办饭 这种妆的灵魂就是腮红 面颊比头嘴巴下巴都要来一点气色 一定要有显色度涂的太少 会显得面部非常的寡淡 没有妆感 所以姐妹们还是要下狠手拍照的时候才好看 我最喜欢画嘴巴了 我要给小姐姐画一个玻璃嘟嘟唇 她的嘴巴不坏也很嘟 我给她用了一个哑光口红和一个亮面口红 反正就是不断的孕染中间身外面浅 不要有边界线 萌萌的嘴巴画好之后 再来点高光 搞点氛围感 这个妆终于完成了 我感觉我要累死了 个人感觉画的还行 明天应该可以继续在这个写 小红书 小红书 我们在户区啊 取个大概三分之一的头发 去扎一个羊角边 那扎到我们头皮的类似 好 我们在往哪里之后 去给它边一个三五边 我冰完三五边之后 去给它没烙给你刚刚扎头发 我这里去给它 烙一个小丝出来 要烙紧一点点 最后面的头发色 也就把一分没二 然后烙到上去的羊角边上去 直接在手上去 然后是一层 这边的话呢 可以羊骨骨骨的方式 把表面取得收工法 放上搜 放上搜 放上搜了之后 往我们再走 刚刚的羊角边的银去缠绕 缠绕 缠绕完了之后 我们拿夹子取得固定 把这里的 脱外取得拎高一点 耳朵让它很容易 不一样 不一样 只有我还是就换到 一分钱 去对我们的毛病座链前线 给它的胖根抬起来 然后在我们的脚印 一群的胖根抬起来 然后再往外面 去跟它前线 把他的胖根抬起来 把胖根抬起来 然后可以去拉开 去做一个阶段的银 这边点起来 我有一半 可以直接到这里一半一半 然后另外一边也一拥 然后另外一边也一拥 小红书